MARC 魂商店HG 之前錯過了賽魯那一套 那這套 普屋絕對就 不能再錯過 因為賽魯那一套真的已經 炒到一個翻天 整個 全部滿滿的給你摩恩普屋 各種的形態 如果你是摩恩普屋控的話 應該會非常喜歡 盒子 其實不小盒 背後 全部 摩恩普屋的 每個形態都有清楚的 標示出來 內盒裡面就給你滿滿的 普屋 各種形態 第一隻就是我們最熟悉 然後人氣也是爆棚的 這個胖普屋 非常非常的無敵之可愛 那HG魂商店 其實之前有幾套真的是 塗裝爛到一個爆炸 但是目前看到這第一隻的胖普 來說的話 整個質感做工 塗裝 還算令人滿意 超級無敵可愛的這個頭雕 然後永遠這種笑咪咪微微笑的樣子 然後身上的這種氣孔 塗裝跟造型還原度 還不錯 手套 然後身上的背心 然後就 魔人的標誌 然後超大件的 燈籠褲 鞋子 披風 這隻的份量算大 因為它是 燙版型的 所以 會寬的許多 整個以金色的塗裝來說的話 加上它 粉紅色的皮膚這裡 上色上的其實 看得出有質感 純粹的 邪惡壞樸 然後是屬於高手版本 這一個造型來說的話 在 這種組的模型裡面 其實 非常無敵之少 整個 角色非常無敵之還原之外 就是這個機車的臉 還有它這個眼睛的造型 回去看看漫畫跟動畫 其實它的臉 就是這個樣子 說實來它其實就是長得蠻醜 然後 瘦的 很不像畫的 一隻普烏造型 然後身上 它就會變成 這種 幾乎 是一種 超級淡的 這種紫色 整個披風 坐的也是相當的飄逸 這也是算蠻好看的 手套 全部都是一樣的 黃色系 它就是 就是微微的 肌肉線條感 然後 身上氣孔 喜二蒲 相信 喜灣蒲 我對這一隻一定相當的不陌生 傳神在前期切龍珠立正傳裡面 戲份也是相當的吃重 尤其在對決烏天克斯的時候 整個這種自信加邪惡機車的眼神跟臉部表情 完完整整的透露出來 相當的傳神 然後眼睛是呈現一個眼珠紅色 然後沒有眼白是整個全黑的 這隻的造型相當相當的棒 然後他的護手腕 一樣 魔物人的標誌就是 還蠻帥的 然後只要是有金邊的部分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並不會很粗糙 然後指甲 就是一個屌樣 吸收 霧天克斯 的樣子的形態 哇 這樣的形態 也真的是非常少見 他身上因為吸收之後 穿上了 這個霧天跟太陽克斯合體 成霧天克斯的這一種 牛角衣服 整個也是自信爆棚 吸收有屁孩 然後剛好 神情 跟鴨帽 也是跟著屁孩 然後整個身體做了一個 大改進的是 大進化 後面的 這個類似 頭的尾巴部分 變得超級長 然後身體變得一個 精瘦精壯的版本 帥氣程度 增添的非常多 吸收 筆克之後的形態 他有 精準的做出來 他故意 這邊做一個斷紋 然後把筆克吸收掉 哇 著重的地方在於筆克的這個披風 塗裝跟皺合感 飄逸的感覺相當的 有味道 非常好看 然後臉部猙獰的樣子 然後像這一隻就沒有 霧天克斯來的那麼精瘦 他是稍微再撞了一些 這樣看得出來 整體的感覺就是一個 這種吸收後做一個暴氣的動作 怒含 褲子的呈現 看起來有視覺上 這種立體的效果 這一隻的質感 非常非常的好 這隻是我個人認為 普烏吸收裡面 堪稱最帥形態的一隻 吸收了潛能爆發的烏範 俗稱的救急烏範 的形態 看起來 戰鬥力滿滿 上半身當然是 烏範悟空他們穿的這種武道服 整個自信心也是爆爆 非常喜歡這一種 微笑然後帶點邪惡感的這種感覺 然後雙手握拳 就感覺準備要戰鬥的樣子 身形也是變得很像霧泛這種 比較修長 主要是 每次看到這個 魔人的標誌 大提升不少 最原始的形態 純粹的小普烏 切龍珠利 正傳 最後 時期的 最大魔王 就是這一隻 戰鬥力之強 然後超級邪惡 然後整個身體就是 還原於 最原始的這一種 普烏形態 超級小一隻 然後沒有什麼 眼部表情 就整個 邪惡的模樣 奧戰 然後 就是 嗜血 超級愛殺了 現在相當之還原 最後一隻也是我認為這一套裡面一個非常非常大亮點 在 西紅珠超 裡面本來要參加宇宙舞蹈大會然後經過 修行鍛鍊 成為了這一種金狀版的 湖 那時候看 就一直在想會不會出這一隻 的角色 的任何一個景品 怎麼判都判不到 竟然是出在這一個 魂商的HG 摩恩普 的套組裡面 臉 臉延續一樣 他這種微微笑的臉 只是整個變成瘦長形 然後身上全部是肌肉 服裝 是一模一樣的 就覺得 就等於是一個 胖子變成一個 超級大型男 變身過程 超級大型 毫無微和感 非常非常的妙 連披風都覺得變帥 裝上地台會比較 比較容易站立 然後 更加的穩定 那相對於的 迷比克這一隻 是一定是要用地台的 那其他的 倒是還好 但是可能會有不穩的狀況 埔屋的 正傳 加上千龍珠超 哇這個型態 漫畫全部都出現過 整體這樣擺起來 等於就是 浦屋的這種進化論 各種型態有各種型態的 好看之處 擺起來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對位 這套老實說其實 質感有出乎我的預料之外 因為之前有買過幾次雷的經驗 但這一個 就像影片說的 品質 整個品質大大的提升不少 有感覺是那種 魂商限定的這種感覺 那因為畢竟他的售價真的也不便宜 喜歡埔屋的話 你可以好好認真考慮 但可能 現在的現貨可能已經比預購的時候有漲了一些 但整個 以埔屋的這種進化 跟合體型態來說的話 算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尤其又多加了 切龍珠超 這個 壯碩版的埔屋型態 整體的感覺 算是 非常的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